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今天的会说天下带给大家的故事是 世恩夜代 陈世恩的家里一共有三个兄弟 三弟是父母老来得子 所以啊受到了父母的溺爱 长大后就整天无所事事 还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 品行关正的大哥 看到三弟这样游手好闲 非常着急 但是三弟面对他的劝告 却非常反感 不以为然 陈世恩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就决心亲自劝三弟回头 小朋友们 你们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 听故事 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陈世恩 他是名神宗万历年间的近士 陈世恩在家中排行老二 他的大哥是一个学问道德都很好的人 非常孝顺廉洁 因此受到了乡亲们的敬重 可是他的三弟由于是父母老来得子 就不免受到父母的溺爱 长大之后 整天无所事事 好吃懒做 而且还认识了一群不好的朋友 每天和他们混在一起 早上很早就会出去 晚上很晚才会回来 大哥看见三弟那么不成气 心里非常着急 父母去世后 作为长兄 有教育两位弟弟的责任 如今三弟这么不争气 他又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 于是 大哥只要看见三弟出去混 就会把他叫到一边 劝他道 三弟啊 以后不要出去归混了 要早点回家 别让当哥哥的担心了 三弟年轻气盛 对大哥的话不以为然 他不但听不进去大哥的劝告 而且大哥劝得久了 他还开始对大哥反感起来 认为大哥多管闲事 此后 他只要看见大哥就远远地躲开 实在躲不了就假装在那儿听着 左耳进右耳出 但他对那些不好的朋友却越来越离不开了 只要有机会 他就偷偷地溜出去和他们混 一起吃喝玩乐 大哥看见三弟不但不听劝 而且更加肆无忌惮 心里十分痛苦 整天哀声叹气 闷闷不乐 陈世恩见此情景 便主动去找大哥叹息 大哥对他说 我是一心为了三弟好 他却不领情 反而觉得我多管闲事 有时候还顶撞我这个做大哥的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一想到自己不被理解 大哥的情绪就不禁有些激动 陈世恩知道大哥的苦心 但他也明白大哥劝借三弟的方式不对 就对他说 大哥 我知道你是为三弟好 但是你劝三弟的时候 语气太硬了 没有顾及他的面子 所以他才会不听你的 这样吧 大哥不如把规劝三弟的事情交给我 让我来试试看 大哥点头同意了 这天 三弟又出去和朋友们鬼混了 天已经很晚了 还没有回来 陈世恩吩咐看门的家丁 不要锁门 亲自在门前等他回来 夜已经深了 夜轮明月当空朗罩 陈世恩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他望着天空圆月 想到幼年时父母教育自己 三兄弟要孝帖有爱的情景 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劝回地步 半夜的时候 三弟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 远远就看见二哥在门前等着自己 他心中十分不安 硬着头皮影上去 心想一顿骂是避不了了 没想到陈世恩不但没有责备他 反而还亲切地问他 吃过饭了没有 冷不冷 三弟万万没想到 二哥不但没有骂自己 还对自己这么关心 反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第二天 三弟又溜出去了 仍是一整天没有回来 陈世恩仍旧在门前等他 此后几天 陈世恩天天都在门头等 无论三弟回来多晚 外面有多冷 他都一直坚持 三弟连续几天都见到二哥 关切地等着自己 内心十分不安 又想到自小两位哥哥对自己 疼爱有加 更是悔恨不已 于是三弟终于醒悟了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和那些朋友在一起混了 在兄长们的悉心教导下 他勤奋学习 发奋图强 最终也成为了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陈世三兄弟后来都各有成就 有了这样好的结局 真的要靠他们兄弟间的 缓解有爱啊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听完故事后 你们是不是被故事中兄弟的情谊 深深感动了呢 陈世恩 为了让自己的三弟回头 不管天气多么寒冷 三弟回来多晚 他始终都坚持在外面等三弟回家 一连几天之后 他的行为终于感动了他的三弟 三弟也终于醒悟了 故事中的大哥也是一心为了三弟好 但是他的做法有些生硬 方式有些不对 所以才容易引起三弟的反感 而陈世恩 凭着自己对三弟的爱心 用温暖 用实际行动 感化了三弟的心 三弟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改掉身上的毛病 所以 小朋友们 我们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讲究沟通的方式哦 我们好看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